这里呢我们开始这样的一个设定的概念草图的一个讲解 那么我们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草图的绘制当中 绘制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必要对这样的一个我们要绘制的主题呢 有一些了解 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今天我们要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是一个突击步枪的这样的一个绘制 但是这个突击步枪呢并不是我们现代战争当中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突击步枪 我们所要绘制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是使用在未来世界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突击步枪 那么在这个概念草图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突击步枪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这样呢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也会对这样的一个课题呢不太生疏 实际上突击步枪呢是指我们根据现代战争的这样的一系列要求 将步枪和冲锋枪的一个战术技术性呢成功的结合起来 能够实现各种类型的全自动半自动以及点射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发射的子弹呢为中间型的威力枪弹或者小口径的步枪弹 这样的一个突击步枪呢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射速较高 并且射击稳定后座力失踪 大家注意看到这里的一个突击步枪呢我们都会有一个枪托 这样的一个枪托呢是为了减少一个后座力 好枪身呢比较轻便是具有冲锋枪的这样的一个 激励火力和接近步枪射击威力的这样的一种武器 这样的武器呢我们把它归纳为一个突击步枪 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科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突击步枪的一个设定 大家都会发现实际上科幻作品当中的突击步枪呢 他们的构造呢并不会和我们的现代实际生活当中 实际战争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突击步枪的构造呢 有太多结构上的变化 而更多的是一个设计上的一个进化 颜色造型 而且以及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武器的子弹的一个变化 可能未来的突击步枪呢 它所设计出来的子弹呢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 经常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源头或者尖头的一个子弹 并且不同的游戏当中呢 也有不同的世界观 那么一些一些枪械的设计呢 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 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 武器 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的设定呢 而发生改变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将一个 教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 如何将一个比较 将一个这样的一个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 这样也不是经常见到 就是可能在电影啊 或者说是图片当中会见到的 这样的一个步枪的造型呢 改成一个科幻的步枪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步骤 我们从剪影出发 经常我们提到剪影和剪影 剪影实际上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物体的外轮廓 我们从外轮廓出发 然后呢 在外轮廓上面呢 对这样的一个造型呢 做一个改变 我们把图像呢 稍微的大一些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找一些这样的参考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内部的一些构造 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外轮廓 那么呢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步骤 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图像拉黑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进行一个修改 这样修修补补呢 我们可能就会得到一个科幻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里呢 我们 来改一下 需要一些参考 然后我们把这个参考呢 我们需要一个科幻的造型 我们需要一个科幻的造型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科幻的造型 我可以用手指的 一切手指 是用手指的 我可以用手指的 把手指拾一下 好 再用手指 用手指 把手指拾出来 就行了 用手指 好 好 第一步呢,我们只先画剪影,先画大的剪影,也就是一个大的外形, 然后呢,关于内部的细节呢,我们和后面再添加。 我以为我们的带来说的,我先开始。 到这里呢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去改变一个这样武器的一个大型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去改变一个大型的工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好 感谢观看 枪的握把 这个握把设计的还不够好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手是否能够好合理的握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 需要一些 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看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一个武器的一个设定 这一步呢 我们主要是 绘制大型 那么在大型上面呢 我们尽可能的 大型上面 我们尽可能做的OK一些 那么在这一步呢 那么在这一步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